特殊队员诊状待发 我国有帮海地西南部发生规模7.2强症 造成重大的伤亡 市长林志坚得知消息之后 指示消防局展开人员装备器材的准备 将等候中央的指示 随时出动协助国际人道救援任务 我们的邦交国海地共和国 发生了瑞士规模7.2的极潜承击症 目前造成了据媒体报导 造成了多数的防护倒塌 以及300多人离纳1800多人的伤亡 我们新竹市本月刚好轮值到人道救援 目前我们消防局特种收救队 有10位同仁 两只收救权 以及相关的收救器材都已经准备完成 新竹市特收队担任8月份 第二梯次的轮值县市 将与第一梯次轮值国际人道救援任务的 消防署特收队 彰化县消防局配合中央指令 随时出动 建筑物多半都属于专造的建筑物 它不是属于钢筋建筑物 所以它一旦倒塌的话 它的现场不太需要我们的重型破坏器材 所以目前都是准备一些轻型的破坏器材 以及我们的生命探测器 最重要的搜索的部分还是以收救权为主 在卫生方面 因为疫情严峻 当地的卫生习惯可能没有那么的完善 所以我不断的提醒我们出勤的同仁 务必注意自己的本身的防疫的措施 十位特种收救队员已经完成第二剂的疫苗接种 考量当地的环境卫生条件 也将加强防疫物资的准备 并配合中央的指令 协助友邦的救援 凯博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